過去要根治因心臟病壞死的心機 雖然有藥物和義氣續命 但最終方案只有一個 心臟移植 要病人的身體 自己產生新的健康心臟細胞 去取代受損壞死的部分 在以前這是神話 是上帝才能做的事 但神話有時都會在實驗室內成真 想像一下 一塊用你的皮膚細胞 逆向工程製成的心機組織 正在完美地收縮、狂張 一下又一下 它有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節奏 一個即將可以覆蓋衰竭心臟集音的節奏 一個以前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修補工作 人類科學家是如何拿到這張入場卷的呢? 今天我們就來拆解一下 一個歷史二十年的日本科學研究 如何終於修成正果 各位街坊們,歡迎回到Yolo街 我是Bonnie,你的街坊主持人 今集我想問大家一條問題 如果我跟你說 我們每個人的身體內 其實藏起了一個時光導流的魔法制 你信不信呢? 一個可以將我們衰老了的細胞 好像打機reset一樣 一下子就回到最青春、最萬能的狀態 聽起來是不是很像電影的劇情呢? 你以為我說笑? 少年,你太年輕了 今天我就要和你們拆解這個驚動 諾貝爾長足以顛覆人類未來生命密碼的山中因子 Yamanaka Factus 以及IPS Cells 我們故事就要由一位荷蘭婆婆Hendrick說起 這位婆婆不簡單 她活到115歲 想想個概念 她見證過兩次世界大戰 人類由馬車時代走到太空的人肉歷史書就是她 但是最厲害的不是她長命 而是她離開時 腦子非常精靈 身體機能還很符合 這位婆婆很有大愛 她臨終前做了一個決定 把自己的軀體捐給科學家研究 想看看長壽的秘密究竟是甚麼 科學家當然是當撿到布 馬上仔細研究 結果她們在婆婆的骨髓中 發現了一個嚇到個個個嘴巴的事實 說到這裏 可能先為大家做個Quick Explainer 因為鋼細胞其實有很多種 小時候我以為鋼細胞是一樣東西 原來它分很多類 最強的是胚胎鋼細胞 它是多能 Pluripotent 可以變成身體任何一個細胞 簡直就是細胞界的Superman 其次就有多潛能鋼細胞 Multipotent 例如Hendrick婆婆骨髓中的做血鋼細胞 它們可以變成不同的血細胞 例如紅血球、白血球 但我不可以變成皮膚或肌肉細胞 還有一種就是單能鋼細胞 就像肌肉細胞裏的維修工 專門做修修補補的工作 好,回到我們的故事 我們現在說的是 骨髓中的多潛能的做血鋼細胞 Yolo街的街坊 你們猜猜一下 一個年輕人 骨髓中大概有多少個做血鋼細胞 即是那些負責我們全身血液的細胞工廠總部 開估吧 大概十萬到二十萬個 那你們又猜猜一下 Hendrick婆婆一百一十五歲死的時候 的身體中 科學家又找到多少個呢 一萬個?一千個? 答案是 兩個 你沒聽錯 2 兩個 只剩兩粒總司令 這個畫面是怎樣 就像一間巨型的富士航空廠 一千上萬條生產線 最後竟然只有兩個員工在死頂 撐起整間公司的運作 婆婆臨終前全身的血細胞 竟然都是靠這兩粒神級鋼細胞撐住 這個發現一方面告訴我們 人的潛能真的很多人害怕 但另一方面 亦好像畫了一條殘酷的終點線 我們的鋼細胞 原來真的會用到乾糖的一天 當最後一個士兵都頂不住的時候 生命的列車 是不是就注定一定要到站呢? 到站這個問題 想起也有少許傷心 所以可能也是為何 人類自古以來都會想盡辦法 想逆天改命 小則現在想保持英俊美女的 就有空去韓國走一轉 大則 就像我們以前的西遊記裡的妖精 打算吃糖真肉去求長生不老 吃糖真肉 我們就沒睡了 但如果我跟你說 有一個日本科學家 發現了一種不用靠神話 而是靠科學的方法 去改寫我們細胞的命運呢? 正當全世界都覺得 壞人是一條單程路 不能回頭的時候 一個神級的男人出現了 他叫做山中生離 Shinya Yamanaka 一個日本京都大學的科學家 在2006年 他發表了一個 好像在龍珠裡面才會出現的研究 他說他發現了四種特殊基因 為了紀念他 就叫這些基因叫做山中因子 聽到這個山中因子的名字 是不是想到什麼深山修行 千年靈芝之類呢? 全部都沒有拉肩 這四種因子不是先丹 它們的真身是鑽綠因子 Transcription Factors 鑽綠因子是什麼東西? 你就當它是細胞中的終極指令 key 我們身體每個細胞 例如皮膚細胞、心臟細胞 它們的DNA其實都一模一樣 為何它們會變成不同的東西 有不同的功能呢? 就是因為有不同的鑽綠因子 去叩醒或凸起某些特殊基因的功能 山中新來發現那四條Master Key OKSM 有什麼這麼厲害? 它們的組合就像一套武林失傳的絕學 還原靚靚拳 你只要將這四種因子 好像打針一樣 啪一聲注入一個已經成熟分法 做了幾十年的皮膚細胞 奇蹟就發生了 皮膚細胞竟然好像時光倒流 退去所有的特徵 變成一個像嬰兒般的 胚胎鋼細胞狀態 這種由人工有道 變成多能的鋼細胞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IPS Cells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nduced 即是有道 多能 Pluripotent 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萬能 它可以變成你身體內任何一種細胞 可以變成心肝皮肺腎 可以變成神經 可以變成眼角膜 簡直是細胞界的百變精菌 這個發現 簡單到連生中生來 自己都說 這個過程好像一個魔法尼玻璃 就好像你放一碟隔夜的梅菜扣肉進去 代表了我們衰老的皮膚細胞 然後按幾個按鈕 叮一聲之後 出回來那一碟 不是熟了的梅菜扣肉 而變成生豬肉 即是又可以讓你炮製成任何菜式 叉燒古老肉、豬扒 任何你煮都可以 當時山中先生知道的 就是材料和指令 即是皮膚細胞和山中因子 出回來就立即變成這個IPSL 多功能鋼細胞 但是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細胞是如何重新自己的呢? 他當時就完全未看得明白 但不要緊,適用就可以了 這個黑盒就幫山中生尼在2012年 獲取了諾貝爾醫學獎 他不但發現了長生不老的理論 還給了一個工具給我們 有了這個細胞時光機 我們可以描繪到一個怎樣的未來呢? 首先 是一個沒有器官捐贈輪候冊的未來 試想一下 將來我們身體任何一個器官開始衰竭 都不再需要苦苦等候一個吻合的捐贈者 醫生可以直接用我們自己的細胞 在實驗室打印一個全新 完美兼容,不會排斥的器官出來 第二,就是有一個真正的個人化醫療的未來 以後食藥不再需要苦苦一下 任何新藥都可以先在你的迷你器官上測試 確保對你百分百安全有效 最重要的是 這個未來完全沒有道德爭議的問題 因為一切都原始你自己的細胞 完全繞過所有道德枷鎖 讓科學家可以放開手腳 為人類的健康去奮鬥 但是夢想永遠都是美滿的 現實就差點了 說到這麼屈肌 是否明天我們便可以去醫院跟醫生說 麻煩幫我解決我的細胞呢? 那少年,你又再次太年輕了 要把剛才說的所有夢想變成現實 前面站著兩棟非常高的高場 一座高場叫做時間 另一座高場叫金錢 在最初的時候 要為一個人量身訂造這個 IPS細胞療法 你猜要等多久? 答案就是每個個案都半年 那成半呢? 哈哈,成為這個五千萬日元 即是是否差不多幾百萬港幣呢? 你想想這個畫面,半年的等待 對於重病的病人可能已經太遲了 而且幾百萬的入場券 更是將九成九的普通人拒之門外 難道這行本應普道眾生的偉大發明 最終只會淪為有錢人才玩得起的續命遊戲嗎? 當生命的希望 飆上一個我們永遠無法負擔的價錢 那與絕望又有甚麼分別呢? 正當大家覺得IPS細胞 這個可能只是一個昂貴的科學期觀時 英雄就是這個時候登場了 為了拆除時間和金錢這兩座高牆 科學家想到兩條絕世好端子 第一條端子就是建造一個細胞銀行 京都大學的團隊想 既然逐個逐個造成這麼貴 不如我們預先造成一個八搭的IPS細胞庫吧 他們建立了一個IPS細胞 HLA半合子銀行 Haplobank 甚麼是HLA? 你便當它是這個細胞的血型 用來分辨敵我 科學家特地找了一些 HLA型號很豐富的人 捐贈細胞 整成了這個IPS細胞庫存 結果有多厲害? 到了2023年 這個銀行的細胞 已經可以配合到大約40%的日本人口 即是說 將來有四成日本人需要細胞治療 不用由頭做過 便可以直接在銀行拿貨 成本和時間便馬上大減 而第二條計劃是甚麼? 想問一下 今年2025年 大家有否打算去10月前 看看這個大阪關西的細博會呢? 如果有 你或是能親眼看到一個很驚人的展品 就是一塊在實驗室培養出來 懂得自己跳動的心肌細胞片 你沒有聽錯 它們好像有生命一樣 在你面前 瀑瀑瀑瀑瀑跳 這些心肌細胞片有甚麼用呢? 它是為了治療一種叫做 缺血性心肌症的心臟病 當心臟肌肉因缺血而壞死的時候 醫生便可以將這一塊 充滿活力的心臟細胞片 像一塊膠布般直接鋪在衰竭的心臟表面 幫它恢復噴血的功能 根據長期追蹤這項科技的 日本醫學記者川上先生所說 這個療法已經完成臨床試驗 最快可能在今年 即是2025年的第四季度 就會向日本政府正式申請批准 大家想想這個概念 這不是十年二十年後的事 是一個可能一年來 就會發生在醫療上的重大突破 為什麼可以發展得這麼快? 由實驗室的概念 變成細博會的展品 再到準備好申請成為正式療法 答案就是因為日本最近開了一間 破天荒的設施 解決了最大的這個IPS Sales的量產問題 它就是位於大阪的MyIPS製造所 這個項目的背後 除了山中教授 還有一位超級猛人 就是我們大家都熟悉的 又依附UniClo的董事長 柳井靖先生 他不是一次性捐款 而是慷慨地每年都會捐贈5億日元 去支持這間製造所的運作 柳井先生說過一句很有分量的話 他在記者招待會上說 這個不僅是賠生意 而是一種企業家的社會責任 要向全世界展示 日本的企業是如何為社會 和為人類作出貢獻 好,那這間製造所到底有多厲害呢? 為何它是一個game changer呢? 我們就用一個以前和現在來對比一下 你就明白了 以前要製造這些有道性多功能降細胞 要為一個人量身訂造 需要的成本大概5000萬日元 即是剛才說過幾百萬港幣 時間就要半年 人手又要靠技術非常熟練的研究員 全手工操作,就像做一件藝術品 而現在在這間賣IPS製造所中 可以做到的是成本 他們有望將它大幅降至大約100萬日元 即是6萬港幣左右 哇,由300萬變成6萬 而時間就有半年 極速縮短到三個星期 生產量最關鍵就是這裏 它一年的產量 可以生產足足夠1000人份的IPS細胞 由半年速度三個星期 由300萬變成6萬 這個不單是數字上的躍進 而是意味著IPS細胞療法 終於拆除了時間和金錢 這兩個最大的炸彈 正式由遙不可及的神級醫療 開始有機會落地 走入尋常的百姓家 好了,有了銀行和工廠 實際上我們能治到甚麼病美呢? 答案是當然有 好,而且是現在盡行色 心臟病方面 科學家已經弄出色調的心肌細胞片 像一塊膠布一樣貼上衰竭的心臟 這個療法最快可能在今年 便會向日本政府正式申請批准 另一種就是柏金信證 靠著移植新的多巴胺細胞 進入大腦 同樣都是希望在今年來 能夠開始申請批准為目標 但是說到它進步最多的範疇 就是最影響我們所有人 隨著我們年齡增長 大部分人都會有問題的 就是我們的眼睛 它不僅在2014年 已經成功將鋼細胞 變成一個健康的視網膜細胞 移植了給一位患有 老年黃斑部病變的人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的病人 而到了去年2024年 治療不同眼疾的好消息 就更加停不了 神戶的一個團隊 就成功將IPS細胞 製成了這個視網膜感光細胞 而移植了給三位患有 另一種很棘手眼疾 就是這個視網膜色素病變 Retinitis Pigmentosa的病人 其中一個病人 視力有明顯的改善 而且一年之後 細胞仍然活存 沒有嚴重的副作用 另外一邊廂大阪的大學團隊 就更加將IPS細胞 製成了角膜組織 移植了給四位 角膜原幹細胞缺乏症的人 Limbo Stem Cell Deficiency 的病人 令他們重獲視力 可以正常生活 由實驗室到病床 IPS細胞用了將近20年的時間 將一個諾貝爾獎級的發明 一步一步推向實用 在不久的未來 不知道我們這班 那麼喜歡去日本的港豬 會否將這個IPS細胞療程 擺在我們旅行的日程表上 當然我們也要記住 製造出IPS細胞 才是第一步 怎樣乖乖地教會它們 變成特定的器官細胞 仍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一個完全未解開的黑盒 但是大阪的賣IPS製造所的落成 就好像一個新的里程碑 預視著我們正正活在一個 見證著醫學奇蹟的時代 延長健康的壽命 就是讓我們 去到我們人生最後的一天 都可以活得健康有尊嚴 這個醫學的終極目標 因為IPS細胞似乎真的越來越近 說到這裏 又令我想起我們本身的節目名 YOLO You Only Live Once 以前我們說YOLO 就是說生命只得一次 要活得精彩 但是IPS細胞的出現 可能為活一次 帶來了全新的定義 它不是要我們活到二百、三百歲 而是要我們在悠閒的生命中 活得更健康、更有質素、更有尊嚴 又或者YOLO的真正意義 不是生命的長度 而是生命的寬度和深度 而山中因子 就是一個可以幫我們 托闊生命闊度的鎖匙 好了 今天的YOLO街分享就到這裏 希望你聽完之後 會對這個充滿無限可能的領域 更加充滿好奇和希望 掰掰